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呢就是通用性接口的设计方法,以及它如何落实成代码。 那在这里头呢,最主要的就是几一个范例,能够来说明这个通用性接口的设计方法。 在上一个小回合当中,已经帮你稍微说明了,我们怎么计划呢? 设计一个通用性的接口i来整合呢? 那依行敏捷而产出的,随着敏捷的迭代过程,而不断地产出的use case的系统, 就依照use case为敏捷迭代的一个交互的一个标例, 然后不断地产出更多的use case。 那这个use case呢,我们如何呢,把它做一个有效的整合, 我们依赖一个通用性的接口,来把它做整合。 OK,这就是我们这一个范例的一个目标。 那么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对于用力use case的概念并不熟悉, 所以我在这个小回合当中,来帮你做一个对use case概念的一种说明, 以及呢,说明它的一个use case图,以及use case的文件,来作为需求的表述。 也就是说,在这个小回合当中,来帮你介绍use case的概念, 然后呢,运用use case来表达用户的需求。 好,了解了use case之后呢, 也了解了这一个通用性的接口,跟敏捷的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在下个这一个回合当中,我们就以实际的例子, 来这个进行建立use case的模型, 以及呢,建立这个通用性的接口,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好,那么在这边,给帮你做个简单的铺垫咯。 好,那就是在client server,是大家所熟悉的架构, 其中client跟server之间,有一个接口叫i, 是它隐藏了一个接口,因此我们可以用eit的概念, 帮它凸显,以及设计一个接口叫i, 就是我们eit的i。 那么,针对client server而设计出来的i, 其实它是每个都不一样的。 client1,server1,client2,server2, 这一组,跟这一组呢, 它之间的i,这个之间的i叫i1, 这个之间的i叫i2, 这个之间的i叫iN, 结果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们都是特殊性的一种接口。 由于它们是特殊性的接口, 所以呢,我们就应用eit造型来设计出一个通用性的接口i, 来把它们整合起来, 把将迭代过程中所产出的,把它整合起来。 那,在我们的这个use case的概念里头呢, 我们会拿这个敏捷的用力, 就是以敏捷的迭代, 以敏捷的这个开发为背景, 那我们持续的让敏捷呢, 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产出更多的这个use case相关的代码, 然后应用通用性的接口呢, 持续的把它整合起来。 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在这里, 因为我考虑到各位可能并不是很熟悉use case概念, 所以我在这边帮你做一个简单扼要的一种说明。 那这个, 在开发软件系统的时候, 第一关就是系统的需求, 这大家都知道了哦, 大家都知道, 所谓需求呢, 就是用户的期待嘛, 就用户的期待。 但是用户的期待呢, 常常呢, 有时候超出开发者的能力, 有时候呢, 是被开发者误解, 或者有时候呢, 用户自己也搞不清楚, 因此呢, 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方法, 能够取得大家的共识, 叫agreement, 因此1992年, The Coulson就提出了use case的概念, 它是当今, 让我们来磨合这一个开发者, 就包括架构式与用户之间的这种需求的一个磨合的最佳的途径, 所以在用力的时候, 在谈到这一个use case的时候, 我们了解它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 它用来表达用户脑筋里头的想法, 第二个呢, 它用来表达开发者的创意, 都是可以的, 例如呢, 这一个用户, 他要买一个果汁机, 但是果汁机的工程师, 他有一个新的想法, 他说, 我这个果汁机也可以, 加个小小的东西, 就可以, 这个磨豆浆, OK, 假设, 那这个时候, 就变成两个use case咯, 一个是用户提出来的, 一个是开发者的创意, 如果这两个use case得到双方的同意, 那就是一个需求了, OK, 而且是非常棒的需求, 所以用力呢, 它要确保的就是使用, 也就是可用性, 避免这个我们开发者做出来的系统, 客户不想用, OK, 所以它的着重点在于, 它是如何使用, 第一个, 为什么要这样使用, 为什么要使用它, 第二个, 它是怎么用, 譬如说, 你为什么要开车, 第二个, 你是怎么开车, 这个非常简单的, 你在第一个, 你为什么要买果汁机, 第二个呢, 你会想怎么样用这个果汁机, OK, 那我说买个椅子, 为什么你要摇摇椅, 那么你要怎么摇, OK, 先了解这两个, 所以使用就是use case, 想了解的背后, 使用背后, 一大堆为什么, OK, 所以了解这为什么的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透过这个过程呢, 就清晰的了解的这个系统的外部行为, 这用户跟系统的外部行为, 那么也就是用户跟系统的交互, 就这么简单, 用交互比较, 大家比较清晰啦, 所以就透过use case定义出系统的应有的外部行为, 来协助用户完成他的工作, OK, 那一切都围绕在使用, 围绕在使用, OK, 那既然用户说明了他要怎么使用这个系统, 那说出来的就变成系统的责任了, 就变成系统的责任, 也就是用户对系统的需求, 所以use case呢, 是表达这个用户需求的一个非常好的功绩, 非常好的功绩, 所以用力是一个好的功绩, 让我们在考虑这一个用户为什么要去使用这个系统之后, 才来考虑系统内部到底要怎么建置, OK, 这是用力的好处, 就是先确定用户要怎么用, 之后再来有架构师来确定背后的架构是什么, 再来有开发者把它落实成代码, 以及做细节的设计, OK, 好, 那我们先继续的再来看use case跟scenario的概念, 那use case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通用性的, 譬如说我们这个餐厅就有一个use case叫做用餐早餐, 就是吃早餐, 那这吃早餐呢, 适合他描述的是一般的人, 譬如说描述的是一个客人怎么来用早餐, 至于特定的人, 我们就称为scenario, scenario, 就是一个人进来用早餐, 那一个特定的实例, incidence, 我们就称为scenario, 然后这一个描述一般, 就是每个人, 譬如说我们再挤一个例子, 在这个医院, 那么这一个进到手术房, 好了, 那么医生有医生的这个scenario, 那么护士有护士的scenario, 但是相同的医生, 就是不同的医生, 只要是医生, 他的scenario就非常的接近, 只要是护士, 他的scenario就非常的接近, 因此呢, 我们就会得出两个use case, 一个叫做医生用这一个手术房的use case, 一个是这一个护士用手术房的use case, 所以每个护士进来的过程, 跟系统的交互的过程, 我们称为scenario, 那么这一个, 所以十个护士有十个scenario, 但是只有一个use case, 二十个医生有二十个scenario, 但是只有一个医生用这一个手术房的这个use case, 所以每个人使用系统的这个scenario都会有差异, 但是用户的目标, 也就是说医生进到手术房, 他的责任, 他的工作, 他的目标是相同的, 护士, 无论是哪一个护士进到这个手术房呢, 那么他的目标, 他的责任是一样的, 他的互动行为也是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就称为, 就叫做护士, 使用手术房的use case, 以及医生使用手术房的use case, 好, 再来, 我们就来谈一谈use case的模型咯, 就是怎么来表述这个需求, 怎么来表述这个需求, use case的模型要包括两个, 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图形, 就是图文并茂, 一个叫做用力的系数, 叫use case discussion, 一个是用力的图, 叫use case diagram,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用力的系数咯, 用力的系数, 就在系数这个用户跟系统之间的dialog的过程, 这非常的重要, 譬如说, 你到了麦当劳去点餐, 那么你到底跟这一个麦当劳的人员, 柜台人员之间讲了哪些话, 然后你互动是什么, 所以这个叫做dialog对话的过程呢, 就把它描述出来, 这个叫做用力的系数, 比如说你去买汉堡, 所以客人来啦, 客人的动作, 就是指定购买汉堡, 而且还付钱, 然后呢, 这一个麦当劳的人员, 就是系统咯, 麦当劳是提供服务的咯, 他就收钱, 做汉堡, 给收集, 以及给汉堡, 然后呢, 这个user就拿走了汉堡, 那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系数, 就叫做use case decreasing, 就是描述的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对话, 好啦, 那就把这样的一个对话呢, 我们就把它表现在图里头, 那刚刚我们几例的医生跟富士, 就是两种角色, 那虽然有很多护士, 有很多医生, 但是刚刚我们讲到了, 因为护士的一个使用的scenario, 非常的接近, 那么不同的各个医生使用的scenario, 也非常接近, 所以我们只有两个use case, 一个是医生使用手术行的use case, 一个是护士使用手术行的use case, 那么这个医生跟护士, 我们就称为角色, 因为它是很多个scenario, 很多个医生, 很多人都可以来扮演医生这个角色, 不同的人也可以扮演护士这个角色, OK, 所以医生有医生的角色, 医生有医生的目标, 因此呢, 医生有医生跟手术网的互动, 因此呢, 有角色, 目标跟use case, 这样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actor, 就是所谓的角色, 我们就是用actor这个字, 来表示呢, 这个角色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use case图咯, 这个use case呢, 就是一项服务, 就是一项服务, OK, 然后这个表示这一个互动, 两边在交互, OK, 那这边就是角色, 所以角, 这是系统, 然后这是系统提供的服务, 然后在服务, 系统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 跟这个actor, 会有互动, 会有互动, 那这个actor呢, 在系统在提供这个服务的时候, 他有另外一个互动的过程, 那么系统在提供use case3的时候, 这个服务的时候, 会跟actor2, 会有互动的过程, 然后再来这个use case2呢, 比较特别, 就系统在, 跟actor1互动的时候, 也需要有这个actor3进来协助, 进来协助, 比如说, 这一个, 你去柜台领药啦, 那么这个柜台就是一个系统, 那么他的柜台人员在跟你互动的时候呢, 可能你有疑问, 这个时候会需要有药剂师, 来帮你做个解说, 那这个就是要记事在整个use case当中, 不是最主要的actor, 但是是属于配角, 属于配角, 这是主角, OK, 那这个就是use case diagram, 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系统呢, 提供了use case1, 给他, 为他做服务, 提供了use case2, 为他做服务, 提供了use case3, 来为他做服务, 那我们就拿一个餐厅的, 用力图来做比例咯, 来做说明咯, 所以这是actor1, 他来吃早餐, 吃下午茶, 对, 吃下午茶啦, 可能有另外一个来付钱啦, 等等的, 或者是说, 有人会来卖东西啦, 或者有人会来解说, 会来跳舞等等的, 那这里头就有他的浮动, 叫做对话的过程, 他们之间到底在这边有结账, 有点餐等等的, 那就在这边把它做个说明, 那不是说明在这个图上, 是要说明在刚刚的用力系数里头, 在这里, 这里就是说明了这个线, 这个线条就说明了这个, 说明了这个浮动, 所以呢, 这边也有他的浮动, 可以用use case系数, 来把它表示出来, 表示出来, OK, 那有了用力图之后呢, 有了用力图之后, 那么还可以搭配, 用力的系数, 就是有图, 有文, 对不对, 来表示actor的, 跟系统的使用的情境, 那这样就是一个完美的咯, 所以你看, use case是吃晚餐, 那user呢, 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一个吃晚餐, 现在在系数的这一个投言use case, 那系数的他就表示在系数他跟他的互动, 他跟他的互动, OK, 系数的他跟他的互动, OK, 好来, 那我们这边怎么系数呢, 就是吃晚餐, 吃晚餐, OK, 然后这边是user呢, 点餐, 然后上开胃菜, 上主餐, 然后他会告诉他可以上点心啦, 因此他就上点心, 之后呢, user说我想吃饱了, 我要买单, 他就做结账, 然后他就拿走了收记, 这个就是在说明的, 这一个吃晚餐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 互动的过程, OK, 那如果说这边再拉一条线, 这个互动的过程是一样的, 他跟他, 他跟他的互动过程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针对这个周描述, 那他跟他的过程其实是一样的, OK, 都是吃饭, 就是吃饭, OK, 好, 那这个表示出来的, 我们的系统的功能跟他的行为, 也就描述了这个系统呢, 的需求, 比如说, 当你的架构式跟开发者, 拿到这一个系数的时候, 就知道这些事情呢, 是系统要去完成的, 系统要去完成的, OK,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 这边系数了这个use case, 之后, 还可以再针对其他的use case呢, 一样化胡卤, 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互动的一个描述, 还有必定晚餐, 也来做一个完整的描述, 那就是构成一个完整的需求系数了哦, OK, 好, 谢谢。